事事如此纷扰,还是看电影比较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部法国趣味动画《共生》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老王在森林里迷了路 正当他不知所措时,恰巧看见了一座城堡 正所谓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天 老王按响了城堡的门铃,等待着奇迹的发生 没想到门口的扫描仪将其打亮一番后 直接启动了他脚下的陷阱装置 老王也因此掉进了地下实验室中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呢,就被一位邪恶的博士冰冻起来 扔进了一个仓库 其实这里冰冻了许多过往的路人 而这一切都是博士的阴谋 因为老王的到来,实验所需的原材料已经全部凑齐 博士果断按下了开关,冰块瞬间融化 然后被送进容器中炸成了特殊的物质 最后通过曲折的管道输送进博士的脑袋里 吸收完这些人后,博士感觉自己打通了任督二脉 灵气灌输了全身 拥有无数人特质的博士爆发出了极强的攻击力 他可以自由变换身体 同时拥有好多个脑袋 手臂上也能长出另一个自己 他甚至在自己的手臂上举行羽毛球赛 在背上举行音乐会 一个人玩得不一乐乎 他身体里的每一个人都受他控制 忽然,博士发现了一处不和谐的景象 此时有一个长着黄毛 看起来不太聪明的脑袋游走在他的身体里 博士怎么可能允许这么牛叉的人存在呢 于是他开始四处寻找老王的踪迹 他翻遍了自己的全身 老王像毒瘤一样 流窜在博士随处可见的地方 他甚至感觉周围所有的头都变成了老王的模样 于是他赶紧收回了分身 博士发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受控制 最后好不容易将老王抓住 但他身体里的其他人也都恢复了自己的意识 他们各自干着各自的事情 博士见状不行 想要将他们处理 于是突出重围 拉下滋毁装置 然而机器产生的巨大能量 将地球变成了一片废墟 不知过了多久 天空中飘来一朵云雨 重新灌溉胶水 干裂的土地长出了博士 其他人则变成了草木飞鱼 一个共生的世界就此形成 博士一心想将其他人融入自己的身体 从而获得超能力 结果却遭到了强烈的反噬 只能说 就算肉身被禁锢 人类也不会停止思考 好了 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